欢迎大家来到诗篇 讲经系列 今天是第一个课堂 道论的第一节 诗篇的名称是怎样的呢? 诗篇在希伯来文是有赞美的意思 用另一个字也有祈祷的意思 希伯来文 但是中文和合本所采用的诗篇这个字 是由哪个字去翻译过来的呢? 其实是由英文三这个字翻译过来的 三这个字呢 就是源于希伯文 希伯文的意思呢 在中文的解说就是蓝色这个字 就是用言乐奏的诗章 即是说希伯文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些诗章呢 它有言乐的器具去奏乐配合出来的 那些的诗章呢 就是希伯文的字了 延伸出去慢慢就变成英文三这个字了 这个希伯文关于诗篇这个字呢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是七十四日本所采用的名称来的 那七十四日本是什么的译本呢? 以色列人用他的文字 希伯来文呢 写了旧约的 当时有一批人呢 就将希伯来文的旧约 翻译成为希伯文的旧约 这本就称为七十四日本 那后来这本译本呢 又再翻译成为武加大译本 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 所以呢 源于这个希伯原文这个字呢 延伸出去就变成现在的英文三这个字 和我们中文现在用的就是诗篇了 正典中诗篇的位置了 希伯来文圣经是由三大部分构成的 律法书、先知和圣卷这三部分 这一部分呢 在新约圣经中是属于圣卷 这一部分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及过呢 是有的 新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主耶稣呢 用圣经去证明 他是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位的 弥赛亚的时候呢 就这样提及过 圣经就分三个部分 就是律法书、先知和诗篇 其中这个诗篇就已经代表了 指教育里面第三部分 圣卷的了 或者称为住所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那我们进来看看 那三部分呢 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的 律法书呢 就包括摩西五经 创出利民生 那先知书呢 就和我们和合本所 讀的时候 所认知的先知书呢 是有不同的 是吧 例如很简单 撒姆尔记上下 我们就觉得 不是放在先知书系列里面的 是吧 但是这里呢 就放在先知书系列 士诗记都是 约书亚记都是 是吧 那反过来呢 第三类的书 就叫圣卷 是的 意思就是所有那些 作品杂 叫做 没错了 这里的字呢 比较小一点 是一些著作来的 那第三部分 就叫圣卷 那在圣卷里面呢 第一卷 就是诗篇了 那所以呢 刚才读到路加福音 那段经文的时候 主耶稣就说了 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 有律法书 和先知书 还有 诗篇为我作见证的 那诗篇就是 其实代表了 第三部分 圣卷的了 因为它排第一 有一个代表性 所以透过这里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原来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 诗篇是属于第三部分 即是圣卷这一部分 第一卷的书卷 好吗 这些小小的背景资料 跟着 我们进到一个深层次的思想 诗篇和其他圣经的经卷 有什么属灵上 即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价值在哪里呢 好 第一 诗篇的属灵价值是怎样的呢 因着 认识神的真实 当然是指寫诗 诗篇里面所有的著作者 每一篇诗的作者 因着他认识神的真实 他实在经历神 从而建立对神的信仰 当中就包括什么呢 他会很深刻去敬拜神 赞美神 认罪 申诉 呼求 感恩等等 即是当他作这个诗歌 他里头应该有一个信仰的经历 而对神有一种个人很深刻的体会 这个体会包括很多的范畴 但就比较出一种信仰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如何去落实 而且带动一种心灵里头的建立 包括敬拜 赞美 认罪 申诉 呼求 和感恩等等 这就是诗篇里面一个很宝贵的属灵价值 就是因着这卷书 是圣经的一部分 是出于神的默示 所以某些诗篇里头的诗 他隐藏了基督的预言 让救恩的真理先自放在存放在其中 并到了应验的时候 一一显明了应验在基督的身上 透过新约作为一个对照 令到读圣经的世人 就无不去尋求他 倚靠他 感谢他 称赞他 和敬拜他 读诗篇的时候 你发觉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 在新约里面一对照的时候 你就对这位神 和他所插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产生一种心灵的崇敬 你会对他有更大的 更大的学慕追求 倚靠 感谢和称赞 以及敬拜 这个就是诗歌类 诗篇这里的属灵的价值 好,接着我们就探讨一下作者 不知道大家说到作者 你记得诗篇里面有哪几位作者呢? 其实有很多位的 我猜你第一个应该想到是哪个呢? 没错了,应该是大卫 好了,诗篇的作者一般都在诗题中都会说明的 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 其中著名他的名字有73篇 大卫所写的作者 大卫属于诗篇里面 寫诗著作最多的一位作者 另外是哪个呢? 其次是《阿撒的詩》 另外是《可拉的後裔》 如無意外43篇和42篇是同一篇 但在篇章的分配上它獨立成為43篇 但應該是42篇一起寫的 42篇著名在《可拉後裔》寫的 將43篇都歸在《可拉後裔》 所以《可拉後裔》寫了不少 然後另一個作者就是所羅門 大衛的兒子 總共有兩篇 以斯拉人《希曼》 以斯拉人《儀譚》 還有神人《摩西》有一篇 就是90篇 還有什麼作者? 你在作者名稱當中有101篇 但沒有名稱有49篇 估計可能有27篇都是大衛寫的 好了 第一節就到這裡 下一節預告 我們會再講 詩篇的道論 會講 詩篇裡關於一些不同的調子 和細欄的意思 還有 詩篇的分類 希望下一節 你能夠繼續參與聆聽 讓你有一個整傳的關於詩篇的道論 以至能夠幫助大家 在往後去聽關於詩篇的講論的時候 能夠有好的基礎 好,願神繼續祝福大家 今天詩篇《道論》第一節就到這裡 願主用祂的話語吸引你 讓你生命當中的經歷都成為詩篇 能夠在不同的心路歷程中 經歷神的慈愛、信實、能力 願主得著我們的心 與我們的心歌頌我們的神 再見 在接地下